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在斯坦佛大学里面的新人掌公园 这个是新人掌公园的入口 这几天我们弯曲的空气很差 因为加州伤火的原因 所以天空还是一片灰灰的 虽然如此 但是我决定还是要出来头头气 虽然这个是一个星期天 但是人不多 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 斯坦佛大学的很多地方都是不开放给普通大众和游客的 但是这个新人掌公园是每天都开放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 这个新人掌公园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品种还算挺多的 我们去的那天就看到有两位专业的摄影师帮人家拍照 这个公园是免费进入的 不是要门票 我们是住在东湾 星期天不塞车 开车大概35分钟就到了 因为这个公园不是在大马路旁边 所以跟着导航就算到了 也不会看得到 所以要把车停在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走几分钟过去 很容易长 这是囚状的仙人掌 我觉得他们长得特别好看 特别可爱 好吧 好像是我的 结果是新年期望 我们在新年期组 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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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很少见花儿 这个白色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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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这个黄色的黄色的黄色的黄色 不同於黄色的黄色刻:「小心,黄色的黄色,黄色的黄色的黄色的黄色